好 今天的最后我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 方向类型叫状态包裹率或者叫状态监控包裹率 说到这儿呢 我们得说一个防火墙厂商 每次都给他们公司打打广告 这个都是熟人 打个广告 我看现在PPT 这个太老了吧 这不是新的PPT 我现在我新的PPT放哪去了 好 那么第1个要说的防火墙厂商呢就是 Chapone Chapone应该是最老牌的 防火墙厂商 而且一直位于 领导者向线 一直位于领导者向线 现在领导 领导者向线应该是 这是2013年比较老了 最新的领导者向线应该是四个 Chapone PALOTO FETA SK 四个 防火墙厂商 但是最老牌的 最远老级别的 从防火墙开始 到现在就有他的 而且一直都在领导者向线 从来也没有出去过的 一直霸绑的 就是Chapone 而且 Chapone的最大的广告就在于 防火墙是他们家发明的 这个说法呢 基本没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 什么叫做传统防火墙 就是状态监控包裹率的墙 那么状态监控包裹率这个技术 就是被他们家 发明的 所以说 我们讲下一代防火墙 下一代防火墙是谁发明的 PALOTO PALOTO是下一代防火墙的创始者 所以说 PALOTO是下一代防火墙 明天讲下一代防火墙的时候 我们会说一下PALOTO 在如何 界定下一代防火墙 我们还要以PALOTO的这个说法 为准 此刻都不算 PALOTO别是下一代防火墙的创始者 所以说我们拿PALOTO的说法来 界定 下一代防火墙 OK 司科为什么会成为领导者呢 是因为司科的这个安全防控做得特别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司科那个 应该明天的PPT里面可能就有啊 我看看 你看这个 司科 司科能进到里面去完全看他的威胁防控 就是他的IPS 他的威胁防控这一块 做得非常好 就因为他 进到领导的乡线 飞塔其实现在是非常非常非常 有挑战性的啊 就是在这个里面呢 他杀进来之后 其实确实把其他的厂商打得够呛 原因为什么呢 简单的说吧 就是小米 一样的 又便宜又好用 明显吗 便宜好用 便宜好用 所以说 也好调试 所以说飞塔最近市场做得非常不错 那真的是便宜好用 就在这里 功能又全 又好配 还好用 主要还便宜 飞塔 真的真的 真的做的 见面做的特别好 功能也很全 又还便宜 这就是他的特点 最近 飞塔的势头非常非常强 好基本上我也给大家说了 现在也说了 为什么是 切破文的 是 这个 意思是领导者 为什么说 切破文的发明了防火墙 就是因为他发明了状态监控包裹率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什么叫做状态包裹率 啥意思 我们要从哪儿来聊呢 我们来说一下 这是一个防火墙 如果说 我们不用这个技术 我们用防控制列表 可不可以实现防控制 我们先聊这个问题 就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 你的技术是什么牛逼的 我们要防控制那儿行不行 好 我们就假设 我们用防控制来做防控制 那么当然 这是一个企业级的网络 这个网络比较复杂 有很多接口 很多的网络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要做一些 比较复杂的防控制 好 现在我给大家捋一下 如果说你要用防控制 来做 那么 用防控制 来做 那么 他有 你需要放心些什么样的流量 我们来看第1类流量 第1类流量 特别好理解 就是由这个区域 由这个网络 所始发的流量 比如说我要始发反问他 对吧 我要始发反问他 好 这个是第1类流量 这个第1类流量 你不可能不放 对吧 而且呢 这也是正向思维 就是我 我访问他 我访问他 对吧 OK 那这个是你 你没问题 你要放 我觉得这个也好理解 第2类流量 第2类流量就是 返回的流量 比如说 那么其他区域 第2类 去访问你这个区域 然后返回的流量 由于这个列表嘛 是包括绿的 每一个呢 都得要放 所以说呢 返回流量 第2类 第2类 你也要放 这个呢 就略为有点 不好放了 因为 这是反向思维 就是要知道谁谁谁 谁要访问我 然后你们要回 然后回去的时候 什么流量 对吧 这个呢 放起来就有点老了 你正向思维 没有问题 你来个反向思维 放返回流量 这个难度就有点 略大 还有更麻烦的第3类 第3类 第3类是什么呢 就是 由 由于你的这个 比如说你 你这个发起了一个 FTP FTP 是一个动态应用 然后呢动态应用呢 它会产生 它的额外的 信道 它会由于这个第1个TCP 他们协商 然后动态的产生 第2 或者甚至第3 信道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 额外产生的 信道 这是第3类 动态的产生的 第3类的 这种流量 就是额外产生的其他的 这种信道的流量 反控之类表基本上是搞不定这个问题的 因为反控的根本就不理解什么叫FTP 根本就不知道FTP是什么协商的 根本就不知道FTP 还有额外的信道 所以他几乎是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OK 就算要解决 你也得对这个协议做一些非常深入的协议对 深入理解 然后呢你去放一个 比较宽泛的一个范围 基本上能够给它放过 所以如果说利用反控制列表能不能够做反控制呢 可以 首先 配置量 很大 而且 需要非常 专业的知识警罪 对啊反而反控的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 你要了解协议 你要汇放始发 你要汇放返回 你还要了解他有额外的信道你还知道 信道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协议然后把它放过 所以呢不仅配置量大 而且需要非常专专业的知识 才能够实现 那好 那么 状态监控 它为啥 是主流呢 我们来看一下状态监控是什么意思啊 它有什么好处 那么我们依然画这个环境 它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 有了状态监控 显得我解释什么样的状态监控 就是说 你一个TCP过去了 那么我们就维护状态化信息 我会帮你记录 原IP 目的IC 原端口 目的端口 还有相应的虚拟号 TCP 这些信息我都会 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之后呢 返回的流量 就会被 自动的 放过 返回流量 也就是说呢 你在做 你如果说你玩的是台防火墙 它号称自己是防火墙 我给你解释一下 你只需要放一类流量 号称自己是防火墙的 你就只需要放一类流量 死发流量 即可 你把它死发流量放过去 流量穿越了 它会记录状态化信息 返回流量 你就不用放了 而且防火墙 都能够识别应用 了解FTP是个动态应用 了解里面FTP是怎么协商的 了解你现在协商了一个什么样的绘画 然后 你后续的流量 也会被自动 被放过 也就说 有了 状态监控 包括率的话 只有 放死发流量 返回流量 由于状态表 被放过 额外的第2信道 第3信道 由于防火墙识别运用了解协议工作 你也自动被放过 所以说 状态监控包裹率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让配置 没有 技术含量 啊 简单 条目少 没有 技术含量 理解吗 反而 列表 是 配置复杂 非常有 技术含量 防火墙的策略 反而 没有 技术含量 理解吗 就是因为你只用考虑死发就可以了 返回 不用管 后续绘画 你不用管 像那种 像语音 你只需要放那个 他的死发的变成 后面产生的流量 统统你都不用管 你也不用理解 你也不用知道 他有这些 就可以了 像FTP 你只用放21号端扣就 就可以了 至于后面 就怎么主动模式 怎么又被动模式 你可以不用懂 你也可以不用理解 你也可以不用知道 你只需要放说21 死发就可以了 至于未来会发生什么 你可以不理解 你也可以不懂 反正防火墙 可以搞定了 OK 所以说呢 最大特点就是 配置简单 只放死发 返回 不用管 额外绘画 不用管 由于 条目少 配置简单 条目少 性能 增加 所以说他吞吐量也会比较大 OK 所以作为核心防火墙 一般 咱们就用 状态监控 包裹率 的防火墙 我们可以维护各种绘画 我们可以用 状态化表象 自动放回 自动识别应用 自动放行 这个应用后续的绘画 OK 那么高性能防火墙基本上都有 状态监控 包括绿的防火墙 这就是他的特点 自由切破的 所发明的 切破的 是 防火墙的发明者 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问题 OK 今天 咱们就讲到这 我们就下课了 明天我们来讲 下来的防火墙 我们来了解一下 Poloto 菲塔呢 刚才那个哥们说的也没有什么问题 没 没啥毛病 没啥特点 差不多 增强版的 华为 华为防火墙基本上也是这样的 我觉得也是没啥毛病 没啥特点 但是另外三家 切破的 Poloto 刺客绝对是 有 特点的 OK H3C这种没有进到领导者向线的你就不要问我了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玩过 好吧 今天咱们就这样